在中美援手线上会晤当中 习近平主席强调 我们是有耐心的 愿意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燃措施 犯人可不可以界定 何谓叫突破红线的具体行为 谢谢 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也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了 国家德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几种情形 清晰了法律底线红线 任何人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希望更多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的危害性和危险性 为了民族大义 台湾前途和资深的利益福祉 挺身而出 与大陆同胞一道 铲除台独祸根 共同挫败台独图谋 刚才有关这个联合报所提出的突破红线是具备在哪些情况之下 是叫做突破红线的做法 而发言人你也提到这个反分裂国家法里面的一些规定 但是我们也知道反分裂国家法里面对于分裂国土的这样子的规定是一个空白授权 它其实规定的非常的模糊 所以想请问发言人 所谓的这个突破红线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比如说这个台湾向美国购买军火达到一定的金额 或者是美军在台湾协助训练的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 又或者是说这个修宪降低公投门槛的提案过关 达到了哪一种的明确的标准或是门槛 叫做突破红线 谢谢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 反分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那么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几种情形 明晰了法律的底线和红线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